十一 其實我早就知道 你是一個女子了 王仲玉 你瘋了吧 本世子如何會是女子啊 你先別生氣 那天只是在 展翰衣室落水的時候偶然發現 你的身形有些奇怪 於是當晚我就潛入你的府裡 去調查了一下 所以 那場火是你放的 對 王仲玉 所以你現在想幹什麼 你是想威脅我 讓我傾向你們王家嗎 我不屑做這種事 十一 你還不明白我的心意嗎 什麼心意啊 剛開始的時候 我只是為了寫畫本而觀察你 可慢慢地發現 你十年如一日地扮演著韓十一 我越了解你 我就越了解你的痛苦 你的孤獨 或許從那個時候 我心裡就有你了 韓十一 我喜歡你 你跟五皇子之間的事我都知道 但正如畫本上說的一樣 你們未必能有一個好的結果 但我可以 我可以為你放棄一切 帶你遠走高飛 王仲玉 你真是病得不清了 有病 就快去看大夫 我還有事 先走了 十一 十一 你聽我說呀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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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我說呀 你究竟想幹什麼啊 王仲玉 有些事情 你再怎麼逃避 終究需要面對的 那天回來之後 你跟五皇子神情都有些不對 你們是不是發生什麼了 此番女伴男裝進京為至 千萬不要暴露身份 否則 對我韓家軍不利呀 你當真是喜歡我 那你願意為了我 放棄王家二公子的地位嗎 我願意啊 你願意放棄金錢名利等一切事物 隨我浪跡天涯嗎 我願意 行吧 那便容我想一想 是真的嗎 那五皇子那邊 我與五皇子 本就沒有任何關係